在家烧开水 却得寸步不离 安小姐好生气 因为新买的茶壶 插电把家都给烧了 她突然想到说 我的那个水壶正在烧 结果我去看的时候 她已经整个壶都烧成红色的铁了 然后整个热气就是非常的重 好像整个方式都要烧起来的感觉 从百货专柜买来的茶壶 主打不锈钢材质 镜面抛光还有琴音设计 也就是所谓的敌音壶 但民众买回家使用水烧开后 完全没有敌音通知 也因为茶壶内的水都烧干 让原本的银白色茶壶 变成烧焦的咖啡色 这个音符的符号我才买的 以前它上面有标示它是敌音壶 结果它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它还蛮客气说换给我 我就觉得原本是可以接受的 结果它一换来 它一样是不会叫 然后就不会叫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家事就会忘记 所以我觉得危险的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开心的 事后业者换了一个同款茶壶 还说正确的使用方法 是要把水装的够满 敌音才会响 安小姐都照做了 但水烧开还是没有听到声音 它现在已经满到滴出来了 它还是不会叫 如果说它那个产品本身是有瑕疵 就是会造成危险的话 那当然会有消保法第七条 可能要有那个限期改善 然后会有下架或等等的问题 那如果没有安全上的这些顾虑的话 单纯只是敌音这件事情 没有敌音它宣称有敌音 那是广告不实 解稿前未能取得业者回应 消保官建议烧开水还是要自己多注意 不能太依赖敌音 但买了标榜声音警示功能水壶 却连一次声音提醒也没有 差点亮成大祸 民众难免觉得被骗了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